Hello,大家好,我是Ry,夏之光 然后呢,今天呢,是元宵节 首先先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我记得去年元宵节呢,我是自己在北京 然后呢,主了,自己做的元宵 对,然后在小时候呢,都是跟 我今天早上也还有发了信息 然后他说他回忆在小的时候 在我小的时候,带着我一起包元宵 然后做元宵,然后主元宵 还在里面塞硬币 然后早上起来呢,因为一家人都起不来 我五点钟跟爷爷起来 做这些事情的时候,一起吃元宵 然后在里面 看谁吃的一米比较多 对,然后我基本上都能吃到一块五毛 爷爷基本上也能吃到一块五毛 然后等家人,其他家人在醒来的时候 里面已经没有了 因为都被我们吃光了 对,然后今天呢,是自己一个人在 也不是,自己跟团园们在青岛 但是是自己一个人吃元宵 所以呢 祝自己和大家元宵节快乐 好,先尝一下元宵 看,看我们的经纪人 看我的经纪人给我买的什么味道的 哎 这碗有点水果 水果味的感觉 那就先尝 我们不知道什么口味的 这个 这么小这什么东西啊 这是 这是什么 这是元宵吗 这么小吗 我小时候吃的都这么大的 忘想好像家里叫汤圆 嗯,这儿 这儿是草莓味的 那好小 为什么会有这么小 这是 这酒量元宵吧 嗯 又不一样了 是都是草莓的吗 还是中间有混杂起来的呀 哦,颜色是不一样的 你看这 你看这个是 它这个是属于是有点 纯白色 有点 有点纯白色和发黑发青的 有一点 你看 这应该是 芝麻吧 嗯 芝麻鲜的 这个你看 这个你看 是红色的 这个应该是草莓鲜的 嗯 好 芝麻鲜呢 这么小的元宵 鲜就这么一点点 我都吃不到味道 就这么一点点 我都是靠着自己多年的这个记忆和这个 这个 猜测猜出台草莓味 就这么一点点线 好大方 那换下一 哦 这个大楼 这是 就是传说中的汤圆 这才正规 这什么东西呀 擦屏 哎 等会这里面有个黄色的 等一会啊 为什么这一碗突然会有个黄色的东西 这是 鼻涕还是 浓潭做出来的 哦 那我来挑战一下 为什么 这一碗就只有这一个 什么东西 它是 它是什么口味 你想花生的感觉 不知道 不太行 像这个大的 嗯 哇 好像是蓝莓口味的 没再说的话 这个更夸张了 线这么大 啊不是 皮这么大 线就这么大 搞得里面 线好像很贵似的 又不是又不是肉 再尝一遍 应该都是蓝莓 好像这里面 因为颜色都长一样 好 你看给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线就露出来了 看在这 你看见没 这么一大块 就这么一点点线 嗯 好 吃完了 线不要吃完了 没了 好 差不多就行了 反正今天呢 可能就四种口味吧 总共是蓝莓的 这里面鱼龙混杂 嗯 有 草莓 芝麻 还有黄色的不明物体 总共四个 我还是喜欢吃小时候 包的芝麻仙的 看一下 有芝麻仙的和没有仙的 基本上没有仙的 那汤圆呢 我会跟爷爷就沾白糖 直接吃 对 可是现在已经没有硬币了 也没有道德福了 我也不是九岁的我了 我都二十一了 好了 废话不多说了 祝大家愿意快乐 嗯 祝大家团团圆圆 美美满满 所有事情都做到最好 拜拜